四天是一轮 加上队员的封地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 各队的教练首先对于人员安排使用 包括外员的一些变化 在前两轮啊 确实需要尽快打磨成型 开场之后双方队 所以今天对恒大的这个 投球高空的冲击 其实压力还是比较大 崔康熙对卡纳尔罗这个 整体的后防队员的 大的特点还是做了研究的 往里扣 那各个主角 每个赛季前呢 现在都需要做一次细致的视频会 来统一大家的 在一些判例上的 不过来讲铺就难度非常大 好 犯规了 找了一走 中路还在找机会 跟边之后 扫门前后点 这个球包抄有一定难度 不太好看到了 听谁 可能是我们更希望 跟球迷更希望看到 这个随着一步步的条件改善 俱乐部自我的这种要求 对这边的崔康熙也着急你 我就缺中后位 哦 这下做回来之后 正好碰到张修为 所以赵明健这个位置 他很尴尬 他上不来 哎 葛森今天这个身体对抗可真是非常贫富 马丁斯上来 可能会对蒋光泰这次 是个考验 看看他的回追速度 这下边路有空档 切进来之后可以一对一了 送过来 哎呀 后点这个位置啊 完全盯漏人了 维持好 这回来的 这真是再熟悉不过了 关键看余汉超 又是局部的三人配合 中路投球 成大的队员呢 确实 中路